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 咱们说说俄罗斯的那位了不起的纳瓦尔尼 在上周六 在被囚禁的反对派领袖阿里克谢纳瓦尔尼的号召之下 俄罗斯的反对派在大约100个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当然最终也导致了超过3500名示威者被捕 周六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上街抗议 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 这被认为是多年以来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最大的示威之一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说从东部的港口城市弗拉第沃斯托克 到跨越了七个时区的首都莫斯科 示威者无视俄罗斯当局的警告 在大约100个城市里面 有数十万人走上了街头 要求释放克里姆林宫的死敌和反腐斗士纳瓦尔尼 这里边还特别提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 叫雅库茨克市 为什么提到这个城市 因为在那一天气温是零下50多度 就是在俄罗斯刚才说的那100个左右的其他城市 气温也都在零下20度以下 非常的寒冷 当然了这些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也导致了大的逮捕 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暴力逮捕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可能是两个警察抓住了一个参加抗议示威的一位女子 一个女学生吧 这时候呢有一个男子可能跟他们也不认识 他就主动走过去 你们不就是为了凑一个数吗 凑一个指标吗 那好你们就放他走 把我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结果俩警察互相看了一眼也行吧 结果就让那女的走了 把那男的给抓起来 要不说那男的真够棒 这些抗议者呢和警察之间爆发了多次的流血冲突 当然了暴力冲突的主战场 还是在规模最大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 这两天成为了全球关注的一个主战场 警察呢用警棍来殴打这些示威者 而这些示威者用坐钻起来握起来的这个雪球来向他们还击 当然你也打不坏人嘛 但是看着这雪花在警察身上四处的飞剑 这看着也挺惊悚的 这些画面呢都出现在了世界各大网站的主要的版面上 在当天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亚 也在莫斯科被警方逮捕 当然在压力之下几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 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画面 我发现在这种冰天雪地里勇敢战斗的 拿着雪球来投掷警察的 基本都是一些年轻人 很多人就赤手空拳 和那种拿警棍和盾牌的警察进行搏斗 很多人满面都是雪 都是一些像去年香港的那些年轻人的那个岁数 差不多那么一个状态 这些人呢冒着严寒和被殴打 被逮捕的巨大风险 为的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他们心中的那个大英雄纳瓦尔尼 说到今年44岁的俄罗斯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 去年8月 在国内的航班的飞机上突然昏迷 结果被送到了叫厄穆斯克 俄罗斯的一个医院里边 当时得到了一些救治 但是呢还是昏迷不行 后来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 包括那种各方面的努力之下 纳瓦尔尼被转到了德国柏林来进行抢救 最后被确诊发现 遭到了神经毒剂的毒杀 到今年的1月17号 就是前几天 这位纳瓦尔尼康复出院 结果他毅然搭乘一班德国的班机返回了俄罗斯 但是他明知道此行一去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这个人表示 他一生的战场都会在俄罗斯 所以他别无选择 他必须回去 结果 在莫斯科的国际机场 一下飞机他就遭到了逮捕 当时有很多的德国记者 知道他此行一去的那个 那一幕将会发生什么 很多人呢就都扛着摄像机 都用各种摄像设备都跟着他 当时呢他在那海关遭到逮捕办手续的时候 无论是警方和纳瓦尔尼本人 当时的穿一件绿衣服嘛 表现的都非常的平和 非常的平静 就跟办那个出入关手续一样 旁边的很多记者进行了拍摄 想看这方面视频的 在德国之声里边 好几段这方面的视频 非常的有趣 俄罗斯官方呢对这些媒体表示 说正在对纳瓦尔尼进行大规模欺诈行为的调查 那如果这个案子被判下来 最长可达十年 到了转天 俄罗斯当局呢在扣押他的警局 对他进行了法庭的讯问 下令对他进行三十天的审前拘留 刚才说了啊一个新的罪名 大规模欺诈行动 现在呢要对你这个进行起诉 在这之前按照法律规定啊 你有三十天的审前拘留 这说的可是新的罪名 另外呢俄罗斯当局表示 纳瓦尔尼呢还违反了 可以追溯到2014年贪污罪的一个缓刑的条款 你这也算是跑出国去了 尽管你接受治疗啊 你也违反了当时你缓刑的那个规定 所以说莫斯科的法院 在下个月也将会做出裁定 他还有一个三年半的缓期执行 还没执行完呢 弄不好也要把它直接转为 直接到监狱进行监禁 你那个缓刑就算是吹了 纳瓦尔尼呢 当然对眼前的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在被逮捕的时候 刚才讲了 非常的平静 就像办理正常的手续一样 他赶回来 他就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他在狱中 要不说这个呢 也确实很神奇 狱中呢 还有互联网 他通过互联网呢 在社交媒体上 他就发了一段视频 呼吁支持者们进行抗议 在视频里当时他讲 不要害怕 走上街头 不要为我而战 要为你们自己和未来而战 结果他的这种勇于自投罗网的勇气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响应者众多 于是就上演了周六 刚才说的那一幕 造成了十多年以来 最激烈的一场暴力的冲突 随着纳瓦尔尼的被捕 他的团队立刻就发布了 指控普京的一个爆料的视频 详细的说明在黑海营造的一个豪华宫殿的 有这么一个爆料 据称这是使用红利基金 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专门建造的 这个视频他的名字叫 普京的宫殿世界上最大的贿赂历史 整个这个爆料是以这个为名的 在YouTube上发布以来 这才几天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浏览量已经超过了七千万 多大的量 下面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位不要命的纳瓦尔尼 在这之前呢 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 什么金大忠 金永三 曼德拉 瓦文萨 哈维尔 昂山素基等等这样的猛人 那这位纳瓦尔尼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纳瓦尔尼出生的日子 后来就变成了中国人非常敏感的一个日子 他出生的时候就是1976年的6月4号 可能呢也是这个巧合吧 就注定了他是此道中人 注定他要为此奋透终生 纳瓦尔尼毕业于俄罗斯人民有余大学 并在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 短暂的进修过 2010年 他还到过美国 在耶鲁大学 他也学习了一段时间 当然现在这个也成为他接受美国人指使的一个理由 你看你去过美国吗 2000年的时候 纳瓦尔尼开始投入了政治 加入了当时的统一民主党 因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 2007年的时候被党派给开除了 从这时候起呢 他就开始写博客 并从此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写手 他的博客经常被几百万人追捧 这时候这位纳瓦尔尼就找到了他政治的一个切入点 什么呢 那就是爆料 他在他的博客中揭露了俄罗斯石油公司 以及其他国有油气公司的腐败问题 在此后的五年间 他的反腐败的调查 触及到了俄罗斯很多基础建设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非常有名 我注意了一下 他这个爆料呢有点像当时阿扁阶段的时候 那个爆料达人那个邱毅特别像那个状态 因为他非常有名又敢说 结果很多人呢就把一些料都都通过他 由他呢来向社会上公布 他就成了一个集散地 成了一个爆料点 在转型中的俄罗斯呢 在叶利钦时期开始了私有化 当时培养出了一大批大肚子寡头 到普京时期呢又重新又开始推行国有化 政府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的这些高官 直接就策划了这些国有化 他们就逐渐成了国有化的既得利益者 都发了大财 纳尔瓦尼 他反腐败主要针对的就是普京团队的这些人 作为俄罗斯最著名的一个爆料达人 他的矛头最后就是直指普京 把普京和他背后的那个政党称为是小偷 称为是骗子和小偷党 骗子就是普京 小偷党就是那个统一俄罗斯党 他凭借着他在江湖巨大的个人声望 领导和组织了无数次的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当然在这些游行中 纳瓦尔尼他个子又高 龙眉大眼又醒目 从来都是走在第一个 所以他也多次遭到逮捕 他逐渐的就成为了反对派力量的一个核心人物 成为了让普京最难受的一根刺 这是BBC对他的评价 2011年的大选 因为这位纳瓦尔尼的捣乱和阻击 结果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明显的萎缩 之后在俄罗斯等地大选之后 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从此普京算是认识的也盯上了这个人 在普京当选总统之后 立刻着手调查纳瓦尔尼 当时以他挪用公款的罪名判处他五年徒刑 当然这次的审判让普京是形象大跌 原来还假不假是张嘴闭嘴都是民主自由 通过这次审判 这普京一下就陷了原刑 当时被外界广泛视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 但纳瓦尔尼在这时候已经成了气候 在审判他的这段时间 他竟然参加了莫斯科市的市长的选举 在完全没有主流媒体报道的情况下 他愣是凭着社交媒体 这纳瓦尔尼当时愣是拿到了27%的选票 当时只是小败给了普京亲点的一个亲信 纳瓦尔尼当时这样的成绩被认为是一次戏剧性胜利 认为他还是赢了 他取得了将近三成的选票 后来随着欧洲人权法庭裁定 纳瓦尔尼并没有获得公平的审判 所以这条挪用公款的罪名 这个有罪判决 最终被俄罗斯的最高法院给推翻了 但在俄罗斯神奇的是 这已经到了2017年了 这个案件已经被终审法院推翻的一个案件 2017年又拿出来重审 结果纳瓦尔尼再次被判有罪 判求五年 但是这次没关他 判他三年半的有期徒刑 缓刑就刚才说的这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他还在缓刑里呢 因为他是2017年的下半年被判了三年半的缓刑 到现在还在缓刑期 当时纳瓦尔尼就以此来嘲笑普京 为什么你这么做呀 你就是害怕我参加2018年的选举 当时纳瓦尔尼因为被判刑 就失去了候选人的机会 纳瓦尔尼到此时已经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反腐败的网络 他的爆料网各方面已经非常完善了 他的政治理念也很明确了 他有一句话 他要摧毁正在俄罗斯建立起的这个封建国度 破坏那个83%财富 有0.5%的人口控制的这个政府的体制 这是他的整个的这个理念 他的政治目的也非常清晰 那就是成为俄罗斯的总统 当然到了2017年以后呢 这位纳瓦尔尼的形象在几次的事件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纳瓦尔尼他有一个反腐基金会 当时公布了俄罗斯总理梅德·梅杰夫秘密资产调查的一个影片 在里边声称 这位梅德·梅杰夫拥有大量的房产土地游艇和酿酒厂等等 我都看过这个他拍的这个照片 很多无人机穿过了一个大院子 他就说这是小梅他太太的等等 说当时给梅德·韦杰夫算了一下 财产总计超过了700亿卢布 但是接下来呢就没有进一步的证实了 这件事呢当时一报非常的惊悚 可是后来需要这件事被证实的时候 没有进一步的了 整个当时的爆料就受到了一些质疑 之后呢纳瓦尔尼在他的网站上和YouTube上 公布了一段题为在普京秘密别墅上飞过的这么一个影片 在这段也是用无人机拍摄的影片中 纳瓦尔尼声称 说在维保地区的一个小岛上有一个官邸 那是为总统普京特别建造的 归普京秘密所有 结果这段视频被公布之后 这个爆料公布之后被人给戳破了 说影片中所谓的那个普京别墅 实际上呢是一家石油公司在列宁哥勒正在建设的一个疗养中心 不是在你说的那个什么小岛就在列宁哥勒 而且里边这些东西在网上以前都公布过 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别墅 所以说当时这段爆料呢被人给吐破了 在那段时间呢纳瓦尼是比较低沉的 他组织了很多活动也是应者寥寥 没什么人参加了 油管呢这个YouTube是纳瓦尼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但因为他爆料的很多东西都缺乏证据 也被YouTube取消了所有的广告 你别看刚才有一段影片超过了7000万 那得挣多少钱 对不起一分钱他都挣不着 早就不给他广告了 在这时候呢这位纳瓦尼已经把他和普京之间和政府之间的事情 变成了他和普京之间个人之间的冲突了 这个矛盾已经个人化了 纳瓦尼是处处单挑普京 估计这时候普京对他那也就不客气了 纳瓦尼呢在一次抗疫的游行中被拘留 结果在拘留的那几天在拘留所遭到了化学毒剂的中毒 抢救过来以后他的双眼受到了损害 之后就是刚才讲的去年的8月19号 在飞机上就突然迷糊了 结果呢在抢救过程中俄罗斯医院拒绝家属和他见面 并且拒绝公布中毒检测的结果 人就那么一直昏迷着也不见好 当时在危机之下纳瓦尼的太太尤利亚 紧急向世界各地发出呼吁 他甚至直接给普京写了一封公开信 同时给默克尔各方面也都写信 正因为这个太太能折腾把这事给闹大了 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最后普京迫于德国的压力放纳瓦尼去了德国 结果在那被检测出来了 纳瓦尼种的那个毒和前两年在英国处死两个俄罗斯特工 用的那个军用神经毒剂是一样的 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以后 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谴责说这次袭击是谋杀未遂 但就在这段时间这几个月 纳瓦尼在德国治疗恢复的期间 俄罗斯又起诉了纳瓦尼两项新的罪名 就刚才说的大规模欺诈等等这些罪名 累计刑期最高可达十年 干嘛呢他们 他们试图嚇阻这位纳瓦尼回国 我在这儿扔审你呢你还敢回来吗 结果这位纳瓦尼在出院以后首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公开就表示就两条 首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对我下毒的幕后黑手 第二我誓言将返回祖国继续推动反对普京的运动 就这两条等于这哥们和普京他就彻底算是杠上了 等于这次的毒杀事件和这次的刺头罗网 让纳瓦尼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有一阵是比较消沉的啊 通过这两件事以后现在他合伙了 自纳瓦尼被捕以后 就在上个周末示威游行的那个视频 已经获得了数亿次的观看的次数 一看到了这个程度俄罗斯的媒体监管机构就开始删了 TikTok删除了38%的视频 YouTube删除了一半以上 其他的社交平台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删除 新闻到此呢咱们也评价几句这位纳瓦尼 说说我对这个人的印象 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呢 这是一个破坏者 一个爆料者 这些年呢他其实并没有提出更多未来俄罗斯的那些方向和理念 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建设性的做法 那你说普京做的不对 那你说你怎么做呢 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主要他就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和破坏 而破坏的手段就是爆料 同样作为一个自媒体上的爆料者 当然呢他也不免带有那种自媒体夸张渲染 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造谣传谣等等这样的一些网络习气 自媒体的习气吧 而且他爆的很多料呢 后来我也看了一些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 其实呢这两年我们华人世界对这事太熟悉了 就有这样了 很多东西其实都差不太多 有很多东西呢都是似是而非的 都沾点边儿 但也都留着巨大的余地 如果这事被落实了 你看对吧 我去年我就说这事这事怎么怎么着我就算说对了 我爆料就算爆对了 如果这事呢没有被落实 他自己也留着退身部 我当时呢也都留着余地 所以很多事呢缺乏那种实际的证据 当然他的很多爆料 特别是原来对石油公司 对那些建设单位的那种腐败的爆料 是很有杀伤力的 有的东西确实不靠谱 但有很多东西也是被证实了 我个人的观察 这位纳瓦尔尼呢现在还没有展现出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包括呢这四五个月他在德国在那治病 如果想象如果要是刘晓波当时出来也住在德国在那治病的话 那在德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将掀起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都能想象啊 但是呢纳瓦尔尼呢在那挺不幸的遭到了神经毒计的毒杀 可是在德国各方面 无论是政界还是那些自由世界的那些人 好像就没有对他到那个高度 他还没有具备像政治家这样的基本素质 无论是思想的高度和他清晰的理念具体的计划 包括他实施的路线图以及他的人员组织资金还有外国的支持等等 好像呢还都不太具备 现在在俄罗斯呢除了一些大城市的年轻人支持他以外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哪个社会阶层明确的支持他 这和当年瓦文萨的那个团结工会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 瓦文萨当时有工会支持的 说到这位纳瓦尔尼的意识形态明显酌情 而且还带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他反对普京所做的一切但他赞同普京抢回克里米亚 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破坏者 我并不认为这个人在俄罗斯的未来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前途 除非呢这普京继续的迫害他继续给他加分 这个人是弄不死的你到现在还没成明白吗 这个人的命多硬啊你就别折腾他了 你如果继续迫害他的话 那你就知道把他送上像曼德拉那样的神台 那时候他可就做大了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么一直爆料一直这么折腾的话 他会是社会上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就像现在美国这两天特火的那个桑德斯一样 他会是这么一号人物 但他不会成为俄罗斯普京之后的那个人 但是我想这两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在赞叹这个人的盖世的勇气 眼看着他自投罗网回去坐监狱呀 眼看着当时的状态就跟逛商场一样 真是有点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那种大无畏的勇气 还不止特别是两口子还都特别厉害 那位太太也全身心的跟着他干革命 全身心的支持他 说到这个勇敢这股勇气那确实是令人贪腐 我原来在节目里讲过 隶属那些近代那些民主的斗士 曼德拉哈维尔等等刚才说的那些人 个个那都是宁愿把牢底做穿 那可都是不要命的主 说到智勇双全 这些人呢你看到后来治国 包括曼德拉瓦文萨都当过总统的 包括叶利钦等等 智呢说白了都一般 但当时打破一个专制体制勇绝对是第一位的 面对那些党棍军头正匹和那些既得利益阶层 哪个都想要你的命啊 你非得有那种大勇不可 而眼下的这位纳瓦尔尼说到素质呢 只能算是一般 但谭孝坚毅然回去自投罗网 坦然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打击 这股勇气和胆量 确实是令人肃然起敬 大家别忘了 这可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孩子可都不大呀 抛家舍业干革命 这哥们真是条汉子 这确实是没办法 当然说到这儿呢 我想有朋友一定就会联想 那我们中国的纳瓦尔尼在哪呢 我看这两天呢也有人去损啊 这个去讽刺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 你们敢回去吗 你们有纳瓦尔尼这样的勇气吗 我也看到呢有朋友在推特里边感叹 正因为中国呢没有像当年孙先生 没有像眼下纳瓦尔尼这样的人 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没有希望 当然在这儿呢我也要对这些朋友讲 对不起 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俄罗斯 彼此它不在一个历史阶段 你像纳瓦尔尼他敢回去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半民主的俄罗斯 如果是眼下这个伸手不见五指 跟大监狱一样的中国 那去了也就没动静了 而且还有给你机会发互联网 绝对不会有成百上千上万的人 去为你呐喊去为你游行去为你跟警察进行搏斗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景象 你去了也就悄无声息的让人给黑了 连一点动静都不会有 说到孙中山先生当然那是非常的勇敢 当年的非常的勇敢 你像慈禧太后的案头 都写着匪首孙文这四个大字 让老太太是寝食难安 但当时孙先生也是没法回去的 他也是不敢回去的 回去那就是自取灭亡 自我毁灭 这可不是什么勇不勇敢的事儿 说到中国呢 在政治的角度上 从历史的阶段上讲 一直落后俄罗斯30年 说到当年191几年苏联赤化 30多年以后中国赤化 到了91年苏联瓦解 在瓦解之前 当时苏联的那个高压统治的情况 和现在的中共是非常相似的 在那个时候 无论是那种自下而上 或者是从外到内的发生这种改变 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但这都不是当时决定性的力量 说到当年苏联的瓦解苏共的垮台 那是最高层 也就是他们既得利益阶层的内部的一场自我革命 或者也叫一场权力的内斗而造成的 我想作为同样体制的中国 同样的社会体制 中国的未来也会遵循这条道路 也会沿着这个轨迹 因为大家一切都基本一样 所以最后的那个走向和宿命也会差不多 作为民间底层的一些不满和抗议 这会作为一种压力和影响 像美国等自由世界从外部对中共的打压 也算是一种压力和影响 没有内部斗争的话 即使有这些民间的不满 即使有外界美国的打压 谁拿它其实也没办法 所以说中国现在就处在1991年以前的俄罗斯 或者叫前苏联 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有纳瓦尔尼的 像当时的索尔仁尼琴等这样的革命者 是回不去的 回去也让人给办了 在那个时候只有叶利钦 只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 所以说在政治的历史阶段上 中国至少要落后俄罗斯30年 现在正好和1991年到现在正好是30年 如果现在就谈中国的纳瓦尔尼 这是不可能的也太奢侈了 说到中国未来最有可能改变的这个路径 更现实一点的 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期待像叶利钦 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 我想这也是习近平最重点防范的 他非常清楚将来出事的那个点在哪 而在中国的民间社会 包括在海外我们这些民主运动人士 包括美国等自由世界 我们大家能做的就是一块给中共压力 最后导致这颗鸡蛋从内部碎掉 而在这之后呢 如果中共出现了像当年前苏联那样的垮台和瓦解 在这之后呢 因为缺乏自由民主文化的启蒙 加上被共产党长期的洗脑教育 就是中共将来垮台了 中国在未来也会复制俄罗斯的路径 民主之后也会出现像普京这样的强人 当然甚至也可能包括靠各种爆料的 我们都熟悉的那种骗子 能忽悠吗 直到中国的老百姓被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教训 逐渐的给吃亏啊 逐渐的长记性 逐渐的教育过来 使社会呢一点点的在这种痛苦的学习过程中 实现升级和转型 而这个过程 看现在眼下的这个俄罗斯 他已经二十多年三十年了 还处在眼前的这个阶段 那中国在未来在这个阶段 走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看眼下解体三十年以后的俄罗斯 他现在有反对党 有自由媒体 人们还可以视为游行 现在已经孕育出了一个纳瓦尼 以及他背后的一大群的新世代的年轻人 我想这一切就都能改变俄罗斯的未来 而且俄罗斯的未来 它一定会比现在好 而说到中国离这一切还早呢 还远呢 这路还漫长着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是一步一步的走 说到文明的升级和转型 那是一点都偷不了懒的 你是抄不了这个进路的 说到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过去曾经研究过美国 研究过日本 研究过韩国 研究过台湾 我们都试图给中国找一条未来的路径 找一个未来的参考 我们曾经认为在亚洲的整个的儒家文化圈里边 日本和我们挺接近吧 韩国包括台湾和我们太接近了 我们能不能复制他们的路径呢 但研究来研究去 最后遗憾的发现 最适合最符合中国的模板 其实还是他们这个俄罗斯 因为前面刚才说的那些国家和地方 他们都没有经过这种社会主义的实验 他们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赤化统治 没有经过这种长时间的洗脑 人们的这个思想基础是完全不一样的 说到都是儒家文化圈 那都是N多年以前的事儿 最近这70年中国人所遭受到的经历 都是刚才日本韩国和台湾菲律宾 所有这些国家他们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 对中国是没有参考价值 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说来比来比去 只有俄罗斯人和中国百姓的经历和思想基础 是最接近的 所以说看他们社会的转变 对中国才最有参考价值 当初苏联的瓦解 以及现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 将来都很可能在中国都会复制一变 叹息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